来到农历七月的第三部影片 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十殿炎王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 就是炎罗王 就是主宰地狱的一切 其实我们每次都讲十殿炎王 是一个很错误的叫法 其实只有一个炎罗王 也就是第五殿才叫做炎罗王 而其他的酒店都有不同的名称 到底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的由来又是怎么样来的呢 今天我没吃过讲完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十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十殿炎罗也称十殿炎王 十殿炎君 地府十王 十殿炎罗是于唐朝时期的时候 佛教传入中国而衍生出来的 殷师信仰 在汉字文化圈里面 佛、道和民间信仰 是统治殷朝地府的主宰 还记得上次我们有讲到的 城隍炎吗 其实城隍炎呢 也算是炎罗王的马仔 十殿炎王各有主要的专职 掌管霸崇大地狱 也就是民间所流传的十八层地狱 每一众大地狱呢 就有十六个油增地狱 如果要合计起来的话 最起码也有128个地狱 根据民间传说 地府是天庭下下负责管理人间事务 共有十殿掌管不同事务 一旦人死后的第七天 将来到了地府的第一殿接受审判 然后根据七天百日对年三年之期 然后依据这一些期限 送往地府各殿受审 再来根据民间相传 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他的后代 为这一个王者做功德 积民服的话 再生之时又无法种下善饮 将审定其身前罪业 打入地狱受宝 所以在阳寺的亲属 每隔七天就会为王者做法事 修功德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做头戚 做四十九天 做百日的那一些习俗 当然在福建人的习俗里面 就有做三年功德这一个习俗 每次都会准备很大很大的纸杂屋 关系到这一部影片呢 我就已经有拍了啦 你们要看可以点爱来看 其实炎罗这个词最早来源于 印度有一位掌管死亡的大神 他的名字叫做炎魔亚马 我们也可以叫做亚马拉加 他是印度神话中的死神 根据《废陀经》的记载 炎魔是第一个死亡 到达天界乐土的凡人 因此他成为亡灵的统治者 指引王者的灵魂到达天界 炎魔居住在天界的乐土 人死后的灵魂都要到那里去见炎魔 炎魔有两条狗 是他的死神死者 经常在人间寻游 当发现有人快死的时候 就把他的灵魂引到天界 但是也随着印度教的发展 炎魔开始出现了另外一种性格 他居住的地方由天界被移到阴间 凡人在过世过后 因为神仙所造的恶业 将进入到纳罗家 接受炎魔的审判以及酷刑 以彼补他生前的过错 后来佛教在古印度兴起过后 采用了很多婆罗门教的元素 婆罗门教禁奉的炎魔也被佛教吸收 汉义为阎罗王 其中佛教认为阎罗王只是一般有福报的神灵 可是在过后的佛教经典里面 就有提到阎罗王本身也是六道中地狱的鬼神 阎罗王的职责是统领地狱 审判人生前的行为 并举于相应的惩罚 打个比方说 如果这位王者生前他是行善积德的话 那么冥死就会拿起五色帆走到他的面前 阎罗王看到了过后自然大喜 整个地府满地莲花 充满一片祥和 但是如果这位王者生前作恶多端的话 冥死自然的就拿起了黑帆 到阎罗王的面前 禀报他生前干了什么坏事 阎罗王看到过后自然大怒 顿时整个地狱刀山火海 王者将堕入十八层地狱 在一日之中万死万生 直到辗转堕入阿比大地狱 受极大痛苦 从节至节 无有休息 在古中国原本就没有阎罗王的观念 但是自从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过后 阎罗王作为地狱主神的信仰之后才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佛教创立后沿用了阎罗王的观念 认为阎罗王才是管理地狱的王 之后中国的佛教逐渐进化 到了唐代过后 为了适应中国人对地狱的重视 在佛教中原本阎罗王只有一位 逐渐的也就变成了有十位 也就是十殿阎君 成为了在中国佛教信仰 道教信仰 或者是民间信仰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明师之神 在华人普遍信仰的系统里面 山关大地中的地关大地掌管山脉 土地与幽民一切事物 下有东玉大帝主管武玉和幽民事物 东玉大帝手下又有掌管奉都鬼城的奉都大帝 而十殿阎罗是在地关大帝 东玉大帝和奉都大帝等神之下 负责判断鬼魂善恶 发育果报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介绍 这十殿阎王到底有谁 第一殿秦广王 秦广王姓蒋 民间传说是东汉时期的蒋子文 相传第一殿位居于大海之中 卧礁石之外 正西方的黄泉黑路上 专门负责看管阴间的生死部 管理阴间兽形机雄 阴魂来报到的时候 都会被带到大殿右边的聂境台 如果亡魂生前重散 直接接引往生天堂或极乐世界 善恶参办者 按其业率送交第十殿投胎转世 如果生前作恶多段的话 就押送到其他各殿审判 接受各种刑罚 第二殿楚江王 楚江王姓丽 第二殿掌管大海之底 正南方卧礁石下的火大地狱 这座地狱相传宽广八千里 另设十六个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七战拐骗 商人之体 尖盗杀身等罪 第三殿宋帝王 宋帝王姓鱼 第三殿掌管大海之底 东南方卧礁石下的黑神大地狱 这座地狱宽广八千里 也另设了十六个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无逆尊长 背信七一 教唆信宋等罪 第四殿五官王 五官王姓铝 第四殿掌管大海之底 正东方卧礁石下的河大地狱 这座地狱宽广八千里 另设十六个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满税不搅 耍赖欠猪 交易欺诈等罪 第五殿阎罗王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阎罗天子 阎罗王姓鲍 一般上都认为 是由宋朝时期的清官鲍正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鲍公来担任 第五殿掌管大海之底 东北方卧礁石下的 教唤大地狱 吝啬了十六个诸心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不信英国 主人心善 挥声棒道等罪 英魂来到第五殿的时候 可以登上望香台 要望家中的情况 一解思想之苦 第六殿 贬城王 贬城王姓碧 第六殿掌管大海之底 正北方卧礁石下的 大交换地狱 此地狱 宽广八千里 吝啬了十六个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 怨天尤人 对天逆变 不禁神佛等罪 第七殿 太山王 太山王姓董 第七殿掌管大海之底 西北方卧礁石下的 焦热大地狱 这座地狱也宽广八千里 吝啬了十六个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 驱逝还作药 离善他人之情 搬弄是非等罪 第八殿 都市王 都市王姓皇 第八殿掌管大海之底 正西方卧礁石下的 大焦热大地狱 这座地狱也宽广八千里 吝啬了十六个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 不孝敬父母等罪 第九殿 平等王 平等王姓路 第九殿掌管大海之底 西南方卧礁石下的 大阿比地狱 这座地狱给铁网重叠围绕 宽广八千里 吝啬了十六个小地狱 专时在阳间 杀人放火 强奸贩毒等 饥饿之罪 第十殿 转伦王 转伦王姓雪 第十殿位居于 阴间卧礁石之外 正东方 直队 五着世界的地方 这殿也设有 金桥 银桥 玉桥 石桥 木桥 和奈何桥 专时地府各殿 压解到的鬼魂 这些鬼魂核查 注册了过后 压往到 区旺台 饮孟婆堂 再经由转轮台 发往四大步骤投台 同时将这些 头神的人 详细记载 每月禀报通知地狱店 注册后 再把资料 送成给凤都店 关于孟婆 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也可以点 来来看 讲到最后 你相信这世界上 有地狱吗 其实地狱的概念 并不只是一种民间信仰 它甚至是一种教育的定义 地狱教导人们 诸恶莫作 劝善奉行 生前做好事 自然会得到很好的福报 并且投身于好的人家 但是如果生前 做恶多端的话 就免不了死后的酷刑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